9月17日,南拉国手周琪和女友领取结婚证的照片正式爆出,二人之间长达6年的爱情长跑终于修成了正果。 16日中午,周琪女友还在微博上晒出了一张左手无名指带着钻戒的照片,引发了网友们对于她与周琪已经结婚或者订婚的猜想。 今天,他们二人结婚领证的照片就被晒出,被完全证实。 由于周琪本人的户口在辽宁沈阳,因此他们是在今年亚运会夺冠以后,飞回沈阳与女友领证的。 从照片上可以看出,他们领证的地点在沈阳市和平区民政局婚姻登记处,晒出结婚照的二人显得十分开心。 周琪与女友在一起已经有6年时间,当周琪还在CBA联赛效力时,女友曾多次前往比赛现场为其加油,二人时不时在微博上秀起了恩爱。 但在今年七夕之时,周琪女友一度取消了对周琪的关注,并将个性签名更新为不是谁的女友,二人的感情似乎产生了一定的变数。 但亚运会期间,周琪又主动爱的女友大撒狗粮,如今他们的爱情长跑终于修成正果。